4月22日,美国主办的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以视频形式举行 美国总统拜登在开幕式发言中宣布,扩大美国政府的减排承诺 到2030年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05年减少50%至52% 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目标 同时,白宫正式发布了拜登政府的国际气候融资计划 旨在动员金融资源协助发展中国家降低或避免温室气体排放 并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建立适应能力 在这份概要性计划中,包含通过一系列公共和私人来源 每年为发展中国家筹集总共1000亿美元资金的目标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宣布,中国将严格控制煤炭消费量 他同时称,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 美国众议院22日以216票对208票通过了HR51议案 将美国首都华盛顿变成第51个州 白宫21日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支持 如果通过,与其他州一样 华盛顿特区将获得两名参议员和一名众议员的席位 此外,该法案还将把白宫、国会大厦和国家广场画出 以保证这些地区作为美国联邦政府所在地,继续由联邦政府控制 该法案虽然在众议院顺利通过,也很可能在参院预阻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22日确认 首批美墨边境移民儿童本周四将抵达Long Beach会展中心 更多3至17岁的儿童将在未来几天之内到达 该中心预计将安置1000名儿童,计划运行至8月2日 Long Beach市目前建立了一个在线网站 向居民提供如何帮助及支持这些儿童的资讯 Long Beach社区基金会设立了移民儿童支持基金 供民众捐款或提供其他资源 此外,Pomona Fairplex也将用作收容所 可安置2500名移民儿童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官员表示 美国政府在对监护人进行审查后会让孩子与他们会合 但审查过程需要时间 洛杉矶国际机场官员4月21日宣布 机场的旅客现在可以在不到一个小时内 得到新冠病毒PCR检测结果 检测一次的费用是199美元 检测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7点 在Tom Brantley国际航站楼和上层出发层的 C01至C05设有购票检测 机场鼓励将一小时检测作为前往夏威夷 和国际旅行目的地的人的一种选择 这些目的地的旅行需要阴性PCR检测 机场还在Tom Brantley国际航站楼和2号航站楼 提供125美元的PCR检测 结果在3到5个小时内出来 巴基斯坦比路芝省首府奎达的塞伦纳酒店停车场 21日晚发生汽车爆炸事件 造成5人死亡 122人受伤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谢赫拉西德 艾哈迈德称 由中国驻巴大使带队的中国代表团 当时正下榻这间酒店 但事发时他们不在酒店 正外出参加一场活动 目前初步调查正在进行中 一旦确定爆炸的性质和损失 巴政府将发表声明 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组织 已宣布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 实在提高公众对环境的认识 并敦促人们采取行动保护地球 在这一天 中国四川省广安市谭通镇中心小学 举办了主题讲座 通过视频和图片 在学生中补及有关地球日的知识 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 如何保护地球 老师还指导学生用旧罐头 制作手工艺品 以灌输回收和再利用废物的绿色精神 学生们还在大街上 建立了一个交流场所 人们可以在这里用旧罐头 交换学生制作的手工艺品 通过这样做 他们希望在公众中推广保护地球 节约资源和形成更多绿色习惯的概念